评读官 OK OK,我们差不多啦 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讨论到那个课本的 课本的那个习题吧 看过了习题好像没有跟你一起了 然后我们就 我们再去试一下 ok 讲解一下这个笔记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那个练习 ok 好 第十一章呢 我们的第十一章呢 讲的是 这个 有讲到这个生物圈 生物圈就是所有的 这个生物的生活领域呢 我们叫生物圈 这个有点小 嗯 再大一点 ok 那地球内部因为没有空气 然后温度太高也没有水 所以它不适合这个生物居住的 所以我们的生物圈呢 其实是这个地球的表面的一层薄 很薄的一层东西 啊 分成什么 分成这个 啊 这一个大气圈啊 这就是我们的大气层啊 还有水圈 水圈是几乎所有的水域了 啊 襄羊到了 襄羊到了 ok 所有的水体呢 几乎呢 都会有这个生物的 啊 即使到那个海沟啦 非常非常深的海沟里面 也是有的 所以水圈呢 几乎是都可以有生物的存在 那岩石圈的话呢 通常也是指比较上层的 啊 比如说那些 啊 细菌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蚯蚓啊 啊 土壤里面的生物啊 蚂蚁啊 这些啦 ok 虽然它是挖了 有洞啊 有空洞啊 不可能真的 真的在岩石里面呢 就真的是很少 啊 我们是讲说这个土壤里面的都包括了 ok 那生物圈呢 包括了这个大气 大气圈的底部啊 大气层来讲呢 它也只是底部的部分啊 才有 那岩石圈呢 是表面而已 然后水圈的话是几乎所有的水圈 ok 那七夕地呢 是什么呢 七夕地就是我们的这个生物的 哎 这个 哎呀 这个应该是写错的 啊 这个是叫什么呢 生物 应该是生境啊 这个应该是用生境 然后动物的才叫做七夕地啊 这个稍 呃应该要改一下 啊我没有看 我没有看那个啊 powerpoint做的啊 所以啊 这边好像有点冲突了 ok 动物的生境啊 才叫做七夕地 那这个呢 应该是比较general的 所有的生物的话呢 啊 这个应该是叫生境啊 生境 ok 就是可以提供他生存啊 生长的啊 这些条件啊 那 呃影响这个生物生存的条件呢 呃 我们分成了非生物因素 啊 就是我们的阳光 温度 呃空气啊 水啊 无极炎等等的 那还有的就是生物的因素 生物因素 有包括哪一些呢 有包括了种类的互助 还有种类的斗争 然后种间的有什么呢 种间的是有种间就是做 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啊 啊就有补食的关系啊 我吃你你吃我 这样啊 呃应该不是讲我吃你你吃我 应该是我吃你你吃他 哎 因为如果我吃你的话 通常你不会吃回我的啦 哦 然后竞争的关系就是两个都同时 呃吃同样的东西啊 那我就是竞争的关系我们抢食物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竞争竞争的关系 还有的就是共生关系 那在这一个课程里面我们的共生呢 呃在讲的其实是互惠互利的啊 其实是互利 呃互利变成而共生 共生是吗 啊 啊 反正就是讲互惠互利的这个共生关系 啊 其实片力 其实真正来讲啊是有一个片力共生的 啊 他没有区分开来啊 但是他也不把它放在共生里面 因为他在这边有讲到共生就一定要是互惠互利的 有一个一方得到利益 另外一方没有受损的话呢 也不算是共生的关系 啊 其实是叫片力共生了 哦 但是在各个在这一个新的课程里面 我们把这个东西也抽出来了 哦 不要太复杂 那寄生的话呢 一个是得益 另外一个是受损的 啊 因为他摄取了他的养分 啊 主要是这个 摄取了这个后者的养分 后者就是我们的宿主 OK 那前者就是寄生物 那这个寄生物呢 就会获利 宿主呢 通常就会受损的 啊 这个是寄生在里面的 那再来的就是生态系统 种群啊 种群啊 种群还有生物群络啊 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那我通啊 我就是用这个图来表达了 啊 一个生物个体 只要他是同样的 啊 同样的种类了哦 同样种类的生这个生物呢 啊 他就变成了种群啊 就是很多的 啊 总和就是叫种群 那种群 那种群 不同的种群在合在一起的话呢 啊 可能有不同的那种啊 搭配方式 啊 可能是动物的 那他就叫动物群络 那植物的 他就叫植物群络 这样子了 OK 那群络 呃 跟这个生态系统呢 差别在那里了 差别在于生态系统呢 又要加入这个无基的环境 啊 加入了无基环境 才是他的啊 生态的系统 那为什么我会跟着这个顺序来写呢 啊 纯粹是因为那个课本的 介绍顺序 我们是先介绍生态系统 然后再 啊 再介绍种群 然后再介绍群络 啊 所以变成了那个图的话 你反而觉得 诶 怎么怪怪的 先讲右 再讲左 再讲中间啊 啊 所以啊 有点奇怪了哦 但是你要 你要有这个概念 啊 才不会弄乱了 啊 那种群的话 怎样才是同种的生物呢 你可以 生育出 可育后代 啊 就是你生出来的后代 也要可以生孩子的 啊 不是生出来的是不能生孩子的 那就不行了 OK 所以就很像 呃 我常常举的例子 就是狮子跟老虎啊 真 呃 是 我们有曾经 呃 就是把他们 呃 交配成功得到下一代 但是这个下一代 是没有办法再生育的 啊 所以他的基因上 有点缺陷了 其实 有点奇奇怪怪 有点是 呃 有违反自然的 一种 一种杂交的关系 OK 那生 呃 啊 接下去呢 我们就要讲到这个 生 食物链 食物链 食物链里面有三个角色了 啊 第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的生产者 生产者 就是进行光合作用了 通常我们就是在讲 呃 这个绿色植物啊 绿色植物 那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他是主导的 啊 主导的这个地位了 啊 如果没有他的话呢 全部的 生物呢 都没有啊 没有办法从 太阳能直接得到能量的 所以基本上就只有他能够做到 啊 不可或缺 消费者呢 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啊 他是从植物身上 或者 呃 以其他动物为食 OK 呃 这个消费者其实 呃 可以没有的 你会发现到 如果一个生产系统没有消费者 可以吗 可以的啊 还是可以生存的啊 那再来的就是分解 分解者 分解者是是可以把遗体 把它分解掉 那这些例子你要记起来 有包括哪一些细菌真菌 啊 有一些原生动物 还有一些腐蚀性的动物 呃 蚯蚓跟兔鳩 OK 虽然这个是很 没有这么长考了 但是我觉得 呃 还蛮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啊 所以记起来这些例子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 我觉得这个图也不是这么的好 啊 啊 因为 呃 我觉得反而上上了 呃 上回那个PPT了之后 我发现到最比较好的图 应该是 啊 分成 呃 分成什么呢 分成这个物质的循环的那个 啊 箭头 还有一个是能量的那个箭头 啊 啊 因为你就可以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能量的那个箭头是单向的 啊 物质的那个 箭头呢 是循环的 啊 那这个的话就没有讲清楚了 什么这个箭头到底是什么 呃 代表着什么东西啊 哦 所以啊 比较含糊 啊 我还是要 啊 要把这个图给换掉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的图 OK 啊 食物链是什么 食物链是在表达 我们的食物链是补食食物链 啊 啊 直接呃 那个小档案其实有讲到啦 食物链其实有分成补食食物链 还有一个是碎食食物链 啊 然后你上网找的话呢 其实又有在 在细分的哦 啊 碎食食物链呢 还有在分成什么什么 呃 其他的我忘记了 啊 反正就是说他其实有分成不同的食物链的 那在这个的我们的这个补食食物链里面呢 我们是在讲吃与被吃的关系 然后呃 有一种情形就是 吃了之后 那个对方一定会死去的啊 不是说 只是把它一部分给扯下来 这么简单 啊 然后也没有放分解者在这个食物链里面 啊 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注意了 那食物网的话呢 就是 呃 很多条食物链呢 加在一起的 就变成食物网 那食物网如果是越复杂的话呢 他其实这个平 你稳定性会比较 自我协调能力比较强 啊 这个词典再讲了哦 啊 先讲上面的 然后呢 这个箭头呢 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指呢 呃 是指 呃 是被吃的那个人指向吃 吃人的那个人 为什么是这样的方向 因为 他代表了那个有机物和能量的这个流动的方向 OK 那能量的话呢 他的 他的特性是 他是单向的 然后他是足及递减的 为什么会递减呢 是因为 生命活动呢 会消耗了部分的能量 最后会变成以日能的形式散发出来 OK 所以这个食物链呢 通常是不会超过六个环节的 啊 不会超过六个环节 然后七点都是绿色植物 OK 接下去呢 我们就要讲到这个 物质的循环呢 啊 有包括碳循环啊 氧循环啊 氮循环啊 等等等等的循环 那这个循环呢 是物质的循环 啊 所以他是 呃 会回去的 不像是能量是单向的 啊 那这一边呢 我们就没有细讲了 这这几个循环是 那个图是怎样 因为 也不是 常考了 啊 最多是碳循环 还有 还有讲一下 啊 氧循环跟碳循环 其实很相像 只是方向倒转 然后 蛋循环呢 比较复杂一点 啊 高中会上到 啊 那现在初中呢 他取消了 因为 有点太过复杂 我们只是含糊带过吧 OK 那生物的平 生态的平衡呢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这个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越复杂的话呢 他越有自我调节能力 所以就越容易的平 啊 达到平衡 OK 然后再来讲的就是病原体了啊 病原体呢 我们生 生活当 生活周遭呢 都会有很多不同不同的病原 啊 微生物啊 造成的啊 啊那有些是细菌 有些是真菌 啊有些是病毒 有些是寄生虫啊等等的 所以这个是课本给的例子啦 啊肺结 啊 什么什么结合感菌啊 造成肺结合 啊流行流感的病毒啊 A型流感啊 我们是在想Influenza 啊 Influenza其实在 在这个 啊我们的冠状病毒之前呢 其实是有一阵子呢 有种这个Influenza A 那些啊家那些 呃那些什么呢 学校呢 也是学生全部都比较担心一点 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流感病毒反而是小孩子呢 死亡率会高哦 啊 但是如果是冠状病的话呢 是老人家的死亡率会比较高 所以 呃这个 都都是病毒啦 会造成你感冒啊 感冒 然后呢有些症状呢 你就感觉上好像是感冒 但是其实是病毒感染的 OK 那真菌的话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 呃 发霉啊 我们是讲发霉啊 或者是呃 菇类啊 就是所谓的真菌啊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手足血啊 或者是那个呃 他们讲香港脚好像就是这个 手足血啊 呃 手足血 所以也是真菌感染的 所以呃 真菌感染呢 通常为什么会有真菌感染啊 啊真菌通常是会是适合在一些 潮湿 是阴凉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叫香港脚 因为在香港那边 他的环境呢 呃 他是岛国 所以他的这个湿度也是很高 啊但是他又比我们这边来的 呃 冷一点 啊 阴凉一点 不是我们这边是又太过热 可能又不太适合生存 啊所以变成了这个香港那边呢 呃就刚刚就就发现了有这个病啊 所以他叫香港脚了啊 不是所有的香港人的脚都是这样子的情形了啊 ok 那这个蛔虫呢就是 呃让你有这个蛔 让你提的 什么让你提的 回 回 蛔虫病啊 总之是让你引起你的 呃引起这个蛔虫病的啦 哦这个我不懂是打错还是什么 ok 那生物的多样性呢 主要取决于这个基因的 啊多样性啊 所以就 呃就会造成 嗯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原因 啊因为这个基因的多样性 所以我们整个生物呢 才会有啊 这么多样性啊 哦也 目的也是好的啦 就是让我们可以 呃可以有这个 这样讲呢 也 呃让我们的这个生物有很多的多样性 然后才可以 呃 有有复杂性就就比较容易稳定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 跟这个自我调节能力啊 呃有有些许的关系 ok 那接下去呢 我们先做 呃让给一点时间你们 啊做这个作业的部分 那我先给你们的这一个 先做作业啊 如果有时间的话做买这个利接 ok 在这个chat这一边啊 ok click这一个 或者是你可以scan这一个 ok 好给点时间你们做 等下我看一下我 想pause一下我的record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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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